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学习了二进之数的博马表示法 并且学习了定点数与辅点数的表示方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将来学习定点数的加减法运算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将会比较重要 也是后面内容的一个铺垫 首先我们来看定点数的加法 那么定点数的加法呢 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整数的加法 以及小数的加法 首先我们来看整数的加法 那么对整数的加法 如果说有A和B两个数相加的话 那么在计算机里面 将是用补马来进行运算的 这个时候呢 就有A的补马加上B的补马 等于A加B的补马 这个时候有一个模的2n加1的这么一个操作 同样的小数的加法 也类似A的补马加上B的补马 就等于A加B的补马 同时要模于2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需要将A和B相加的话 我们首先要求出A的补马 并且求出B的补马 然后进行先加 得到这个A加B的补马 然后再反过来求出A加B的原码 那么这样子的操作 就是计算机里面进行定点数加法的步骤 那么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是怎么先加的呢 其实实际的时候 我们将需要把数值位与这个符号位一同运算 并且把符号位所产生的进位给自然丢掉 这个自然的丢掉就是模的2n加1 或者是模的2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个例子 来了解这里面的加法操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例子 例子1 假设这个A呢 等于负的110110 B呢 等于这个001101 这个时候求A加B的和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口诀给贴下来 就是数值位要与符号位一同运算 并且把符号位所产生的进位自然的丢掉 按照刚才所介绍的步骤 我们首先呢 需要把A的补码和B的补码都求出来 那么A的补码呢 就等于100110 前面的1是这个符号位 这个求补码的方法 前面也介绍过了 首先求这个A的反码 然后再加1就得到了这个A的补码 接着我们求B的补码 那么因为这个B是正数 所以B的补码等于B的圆码 等于001101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A的补码和B的补码 进行现在的操作了 现在的时候我们要记得 数值位与这个符号位要一同运算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 1011011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A的补码 加上B的补码等于A加B的补码 就等于1011011 因为这个补码呢 它的符号位是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的就可以得到 A加B等于负的100101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也可以使用这个python 来快速的验证这里面的结果 是否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求出A的实进制 等于0B110110 那么A的实进制呢 是这个50 就是负50了 接着我们求这个B的实进制 B呢等于0B001101 这个时候 B呢得到是13 接着我们求的是A加B 那么A加B呢 就等于负的37 接着我们把这个A加B的 这个二进制的圆码求一下 看看是否等于这个负的37 100101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R如果没有这个符号位的话 那么它就等于37 然后我们把它加上这个负R 所以结果呢 是等于负的37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过程是正确的 好的 有了第一个例子之后 我们再快速的过几个例子 熟悉这里面的过程 接着我们再来看例子2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小数的例子 A呢等于负的0.101 0.01 0010 B呢等于0.011 0100 那么这个时候 求A加B的和 同样的 我们先把A和B的补码求出来 接着我们将它进行符号位与数值位一同的运算 对补码这些运算就得到结果是11.1100010 前面的这个1是符号位 记录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码的结果 按位取返 莫位加1 得到他们的圆码是这个负的0.0011110 那么同学们呢 也可以按照老师刚才的做法 把这样的结果验算一遍 看看是否是正确的 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例子3 A呢等于负的1001.0000 B呢等于负的0.101.0000 结果之后 求A加B的和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A的补码 以及B的补码都求出来 接着我们把它的补码进行 先加的运算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 11001000 那么这个时候符号位是有进位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下面的这个口诀 把符号位产生的进位 自然的丢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 A的补码加上B的补码 等于A加B的补码 等于100100000 那么这个呢 就是A加B的结果 接着我们把这个补码的法码给求出来 所以A加B的结果就是 负的11100000 我们也可以求出 A的实进制的表示 以及B的实进制的表示 那么A呢 等于负的144 而B呢 就等于负的80 而A加B的这个结果呢 就等于负的224 这个结果是等于A加B的结果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例子是假设A呢 等于负的100100000 B呢 等于负的110100000 这个时候求A加B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A的补码 以及B的补码都求出来 接着我们将这个补码 进行先加的运算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 1010100000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符号位的敬畏 我们舍去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A的补码 再上B的补码 等于A加B的补码 等于010100000 然后我们再把A加B的原码 给求出来 那么就等于10100000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同学发现问题了 这个A呢 是负的数 B呢 也是负的数 为什么A加B 是等于一个正的数的呢 这样是不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把这个A的实经质 给转出来 和B的实经质 转出来 以及A加B的结果 都转出来看一下 首先 这个A呢 等于负的144 B呢 等于负的208 那么这个时候 A加B的和 却等于160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A和B 这两个负数 加起来 却得到一个正的数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一出 因为这里面 A加B 发生了一出 A呢 使用了八位数字来表示 B呢 也使用了八位数来表示 但是A加B的结果 用八位存不下来 所以就发生了一出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一出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判断一出的方法 在这里面介绍一种方法 叫做双符号位判断法 双符号位判断法 怎么理解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总结起来就是 原来的单符号位表示 变成双符号位的表示 比如说正的0呢 我们用双符号位00来表示 负的符号位原来是1位的1呢 现在用两位11来表示 那么在运算的时候 双符号位所产生的进位 也丢弃掉 最后我们来看结果 如果结果的双符号位不同的话 我们就表示一出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双符号位判断 是否一出的一个方法 我们接下来再来通过几个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的双符号位判断法 回到刚才的例子是 那么A呢 等于这个负的1001 0000 B呢 等于这个负的1101 0000 我们这里面改用 刚才所介绍的双符号位 来重新运算一次 看看是否有益出 同样的 我们使用双符号位 来表示A和B 那么这个时候进行 签加的运算 那么签加之后呢 就得到这个110 1010000 同样的 前面这个双符号位 所产生的进位 我们丢弃掉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 A的补码 再上B的补码 等于A加B的补码 等于101010000 接着我们对这个双符号位 进行一个判断 那么在这里面呢 双符号位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结果就是溢出的 溢出的话就表示 这个结果是无效的 所以通过这个双符号位 判断法 我们确确实实的 是可以判断 这个溢出的这个情况的 好的 有了这里的基础之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例子3 A等于这个负的10010000 B呢 等于负的0101000 求A加B 那么这个时候 A的补码 以及B的补码 就已经列出来了 在刚才呢 这个例子 我们使用单符号位的时候 是没有溢出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重新的使用双符号位 再次运算 来看一下结果是否准确 我们把这个A的补码 和B的补码 重新的使用双符号位 来表示出来 接着我们将这个数值位 与这个符号位 一同运算 运算之后 我们就得到这个 11100100000 同样的 这个双符号位 所产生的进位 我们丢弃掉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得到结果 A的补码 加上B的补码 等于A加B的补码 等于110100000 同样的 我们需要对这个 双符号位的两个符号 进行判断 那么这里面呢 是11 所以这个双符号位 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这一个结果是没有溢出 所以这个结果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结果有效的话 我们就可以求出 A加B的圆码 然后就得到 结果是这个 负的11100000 那么这个结果呢 同学们下来也可以 把它转化为这个 实际质 来验证一下 这个结果是否是准确的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定点数的 加法运算 在这里面 我们记得要把这个符号位 与这个数值位 一同运算 并且把这个符号位的 进位给捨去 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 溢出的判断 那么在这里面 判断溢出呢 老师介绍了一个方法 叫双符号位 判断法 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习 定点数的减法运算 那么减法呢 其实是把它转化为 这个加法 在进行刚才的操作的 比如说 这里面的A的补码 减去B的补码呢 就等于A 加上负B的 结果的补码 小数的减法 也是类似的 所以这里面的减法运算 我们最终的 还是转化成 刚才的加法运算 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面 有一个负B的补码 以及B的补码 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么在这里面呢 负B的补码呢 就等于B的补码 连同符号位 按位取返 莫位加一 举个例子 假设 这个B的补码 等于 1001 0101 那么 那么这个负B的补码呢 就得到这个 0 1101 011 可以看到 是连同这个符号位 按位取返 并且这个墨位加一 所得到的 接着我们来看几个 简单的减法的例子 例子5 A呢 等于这个 1100 1000 B呢 等于这个负的 0011 0100 那么这个时候 求A 减B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 A的补码给求出来 那么A呢 是正的数 所以A的补码 等于A的原码 等于这一个 接着我们求B的补码 那么B的补码呢 就等于 这个 1100 1100 有了B的补码之后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个负B的补码了 这个负B的补码 刚才介绍了 等于这个B的补码 同这个符号位一同 按位取返 最后墨位加一 就得到这个 0 0011 0100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 A加负B的 再操作了 我们使用双符号位来表示 001100 1000 就是这个A的补码 加双符号位 接着是这个负B的补码 双符号位 00 0011 0100 0011 0100 接着加法操作 就得到 001111 11 00 所以我们就得到结果 A的补码 减去B的补码 等于A加负B的补码 等于这个 0 6个1 2个0 这个结果 同样的 如果在这里面 发生了异图操作 或者是 别的一些进位呢 跟刚才的加法一样 那么就得到了结果 A减B等于 1111 1100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也看到了 这里面 减法的过程呢 是跟加法的过程 非常类似的 所以老师在这里面 就不再举更多的例子了 同学们下来之后 还可以练习 老师所提供的习题 来巩固和熟悉 这里面的过程 最后我们简单来来 总结这期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期课的主要内容呢 是学习了定点数的 加法运算 以及减法运算 这里面重点的是 加法运算 减法呢 我们可以转换成 加法来进行运算 那么对于加法呢 分成这个整数的加法 以及小数的加法 我们要记住 几个公式就是 A的补码 加上B的补码 就等于A加B的补码 这里面对于整数的话 需要磨的这个2的N加1 对于小数的话 需要磨的这个2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口诀 来记住这里面的过程 那就是数值位 与这个符号位一同运算 并且要将这个符号位 所产生的净位 给这样的丢弃掉 进行了这样子的运算之后 我们还需要进行 逆出的判断 那么逆出的判断呢 老师介绍了一个方法 叫做双符号位判断法 双符号位判断法呢 就是把单符号位的符号位表示 变成这个双符号位的表示 也就是说0呢 变成这个00 1呢 变成这个11 接着双符号位 产生的净位要丢弃掉 最后 得到结果之后 我们要进行双符号位的判断 如果双符号位不同的话 我们就表示溢出 如果相同的话 就表示没有溢出 结果是有效的 学习了定点数的加法之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定点数的减法 当然了 在这里面减法呢 我们主要是转换成这个加法的操作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减法 转换成加法的过程 也就是复弊的补马 等于弊的补马 连同符号位按位取法 莫位加一 就得到了这个复弊的补马 那么这一节课呢 就接近尾声了 那么定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是后面学习 符点数的加加法运算的一个基础 在这里面 必须要了解了定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才好学习后面的符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